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听职业诊所 我是Lara 今天是我们的职场慢性病单元 要来探讨职场上时常会碰到的问题 今天要来讨论的就是到底该不该离职呢 当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到底要该怎么评估 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的来宾 我们非常荣幸可以邀请到职业顾问小黛老师 小黛老师呢 他在外商企业 从事行销业务工作将近30年了 曾经担任大型外商企业行销长 发言人和通路长多年 带领了近千人的业务团队 负责超过百亿业绩 累积许多实战经验和成功的行销案例 让我们欢迎小黛老师 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黛老师 第二位来宾呢 是来自科技业资深的HR顾问Christine 嗨 大家好 我是Christine 哇 年关将近了 所以呢 我们今天要来讨论关于离职这件事 最近啊 上104职业诊所社群 讨论离职的人越来越多 我们先来看看网友们想离职的原因 都是因为哪些困扰呢 职业诊所你好 我接手了一个很困难的职位 没有人可以带 也没有人可以问 请问我该离职吗 今年25岁 国立大学毕业后 待遇跟头衔都非常不错的职位 但是进去后发现原团队全部离职 基本上没有人可以带我 有问题也没有办法解决 只能够问客户 不一定解决得了的 只能赔罪 直属主管之前在公司轮掉一圈 现在被提来救火 专业技能比我还菜 专案一天到晚都爆掉 每天都要自己想办法解决一大堆 完全不知道怎么办的问题 整间公司没有半个人可以帮我 每天都非常非常的无助 这个位置做的事情很有趣 但我现在没有办法腾出手去做额外的事情 光是处理各种奇怪的需求 就已经筋疲力尽 也不晓得这个状况会不会改善 想请问职场前辈们 在我这个阶段 到底该寻求职位困难比较低 可以确实学到东西的职位 还是我继续在这里硬撑 反正脸皮厚一点 时间久一点 事情自然就会解决了呢 吉他诊所你好 我应该要继续还是离开 身心俱疲却看不到头 我是来自产物保险业 有三到四年的工作经验 今年三十岁以下 我现任国内三大保险公司合保人员 已经满三年快四年了 以前单位很缺人 我被征调到新的单位 但工作发现做不完 连礼拜六都要到公司加班到六点 每天工作和通勤时间 就是早上六点半出发 晚上十点回家 先前提出需求想要调回原单位 但一直受阻 甚至到最后一步 千层也被卡着 在新单位可以学到 市场上最多的外文保单 商业综合保险 外销险种 都是英文 但压力极大 从头到尾都是自己苦过来 很想要一走了之 去相对工作环境仁和的地方 我犹豫的点是 一 留下来可以继续加强自己的能力 但会搞到身心俱疲 二 公司保险福利还不错 但不确定同业是否有相同的福利 三 很想知道该何去何从 我认为要调回原单位的机会已经渺茫 四 通勤跟工作时间早上六点半到晚上十点十五个小时半 实在很累人 所以听了他们想要离职 然后又犹豫纠结的点 我想问一下小黛老师 就是通常因为您之前有带过千人的业务团队 想必这个人来来去去 对您来说是家常便饭 那你觉得像植牙诊所 或者是更多我们现在的听众朋友 他如果现在遇到了想要离职的状况 你会怎么建议他去做自我评估呢 以前我常会说一个 你千万不要从火坑跳到粪坑 越大都是希望你的工作越早越好 薪水越来越高对不对 对 所以万一找错了怎么办 天下没有早知道的对不对 所以我都会建议年轻人就是 如果你想要离职 或者是你现在真的是痛苦到不行 像刚才那一位 每天要加班 对啊 星期六也来加班 其实这还真的是蛮操的 那我也很有兴趣想知道 到底是哪前三大的 产物保险公司 因为我是金融保险出身的 没错 他的工作性质 其实他的工作量是繁杂的 可是他应该要把他的工作状况 跟他的老板反映 所以在这边我都会提出几点 就是说好第一个 你要先评估一下 你要先评估一下 你在这一份工作 有没有超过两年 其实两年不是一个 好像很制式的一个数字 可是通常在人资 或者是用人主管 他们心里都有一把尺 他是个参考值 对 他们会觉得说 你到底有没有上手啦 你对公司有没有贡献啊 那你如果还不到两年 你就想走了 那你最好要先准备好 一套说辞 那也千万不要去批评 前东家 前主管 那第二个 就像我刚刚说的 你有没有跟主管 讨论过这件事情 也许主管他根本就不知道 你加班加到六点啊 因为通常主管都先走 对不对 所以你把你的工作状况 跟他讲 那看可不可以有一些 改善计划 如果说主管真的那么机车 没有人性 因为每个人都有家庭嘛 我有小孩子要顾 我有先生要管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跟他提一些 如何改善 那也许真的是人力不够 是不是可以 在短时间有一些兼差 或是短期派遣的方式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嗯 那再来一个你要想一下 我在这一份工作 是不是可以发挥所长 嗯 如果你真的是一个资深 你觉得 诶 我好像将狼才尽了 我所有的东西都用上了 我还是一样觉得 一点成就感都没有 那这时候 可能你就可以 可以稍微把你的眼睛往外看一下 也许有一些好机会在那边等你 只是你不敢 你不知道 所以你就踏不出去 那再来一点就是说 你可以去跟人知 嗯 我跟你講人知单位是一个 可以让人家又爱又恨 好的一个单位 它有很多的好的资讯 资源 对资源是可以提供的 所以你要多用 像以前我的幾个公司的人知单位都非常好 嗯 他们都会主动去提供一些好的机会 嗯 我们甚至都有一些叫做 类似像辅导 员工辅导 的一个center 他会让员工了解 说你在工作上遇到一些挫折 可能是因为你的家庭关系 可能是因为你的健康关系 或是你的一些心理因素 而不是工作上的问题 嗯 所以你应该要寻求外援 嗯 那人知是一个很好的朋友 嗯 我们应该好好的 呃不应该说利用 使用他们的专业知识 对 所以这四点 我刚刚讲过的 第一个看一下有没有超过两年 嗯 第二个 你有没有跟主管讨论过 嗯 你的问题 再来盘点一下 你自己 到底可不可以发挥所长 你的工作竞争能力 到底好不好 嗯 有没有帮公司做过一些好的贡献 那如果这些你都盘点完之后 你还是觉得 很欲阻 那就跟人资长 聊聊 聊聊看 嗯 听一下他的意见 也许他真的有一些好的方式 可以帮你解决 哦 原来 对 像刚刚有一位网友啊 他就是在质亚针所留言 其实也是我们看过很多的网友 在想要离职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个状况 他们都会觉得身心俱疲 身心俱疲呢 就是一人当多人用 尤其是在一些比较小型的企业里面 在组织的编制没有那么完善的时候 真的就是你要身兼多职 对 所以 网友他也有曾经想要离职过又被喂留 我听过 我自己的经验也是听过很多 同事被喂留的原因就是 这样子你才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对 你的技能很跨界很斜杠 呃 我觉得这是这是事实 但是跟他在职场工作上的身心俱疲 还是没有得到解决啊 那如果说有听众朋友刚好遇到这种状况 他真的觉得很想走 那小戴老师你会怎么看待这件事呢 那很多人会说身心疲惫 就我多年来的用人主管的经验 大部分的跟工作内容无关 有很多是因为人际关系 或者是说人际 人际 对 或者是他不知道如何跟主管沟通 向上管理 向上管理 像工作的项目 如果说你被指派到这个工作 而且已经超过两年 基本上你对于他必须要具备的技能啦 知识啦 通常你都已经百分 没有百分之百都已经有百分之九十了 应该很了解了嘛 对 所以很多人会具体是因为人际关系 还有他不知道怎么处理一些情绪 例如说很多临时的专案 主管就临时丢出来了 然后头尾都不讲 因为他就觉得你应该懂 这种很可怕 很可怕 所以不懂一定要问 对 所以当例如说 你觉得你好像一个人身兼很多的工作 其实是主管第一个看中你 第二个 他在等你问他 你有什么问题 第三个 你如果真的不懂 你就要直接问他说 那我应该怎么做 因为像这种就是你在学习的过程 你会让自己 不只是你的技能 你的知识 还有就是说你如何向上管理 这一块 这是很重要 是刚刚小代老师提到的是说 要跟你的主管反应 假设你身兼多子 身心疲惫的话 确实假设他来找HR 我们通常第一句话我问说 你有跟你的主管沟通过了吗 那你们之间是有什么样的状况 因为对我们来说 其实支持主管 应该是最能够帮助你的人 那如果你都不反应 其实主管会觉得 诶那你就是都没问题啊 都可以cover啊 你也觉得这样的工作状况很好 所以我还是觉得来宾可能 应该说 听众 他的来信内容 他应该还是要跟他的指数主管 坐下来好好聊聊 那也要让指数主管知道说 他其实真的已经 到那个临界点了 然后讨论一个可行的方案 或者是像小道老师之前说的 就是 他自己可以提方案 告诉主管说 那我们这样做好不好 或者是暂时 呃 新聘一个 暂时的能力来帮忙 我觉得都是个不错的方法 我在这边再分享一下 曾经有一位学员 他有问我 他说 因为我还是个菜鸟 我很怕我问太多问题 哦 对 这是很多那个新鲜人的心声 主管会想说 那奇怪咧 当初怎么会找你咧 我以为找你来 你不就是要解决问题的吗 解决问题的吗 对 可是因为问题解决的方式 白白种 所以有时候你如果 A不通你就走B B不通走C 可是如果你试了都不行 那你就要赶快反应 是啊 对 而且先跟主管确认后再做 不是比较有效率吗 对 而且主管通常 如果个性的 集的主管 他可能只是当下会说 啊怎么连这个也不知道 欸 可是当你解决了 他就觉得说 欸不错哦 你是会来问的哦 嗯 对 是啊 那如果有员工想要离职的话 有些人他真的就是会去找HR聊 所以我也想要问问 如果以人资的角度 Christine 你通常都会怎么建议这些想离职的人呢 先了解他的离职的原因 想离职的原因 那如果说 他其实是想要换不同的领域 或者是想要去其他的环境看看 如果公司内部有相同的职务内容 然后也正好在招募的话 我觉得他可以从公司内部转调 会是比较对他来讲比较方便 而且环境要了解 其实可以让他自己更快速的上手 但如果说 他就是对这个环境厌倦了 然后可能不开心了 又或者想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嗯 他确实可以去面试看看 但是 面试的同时他也要问问自己 欸你 五年后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那你现在面试这些工作 这真的是你未来想要的生活啊 同时自己也评估一下 你的技能到底达到了没 如果技能没达到 那是不是就趁现在 再发现自己哪一些不足 在自己现在的工作上 再多加强 让自己可以更upgrade 然后或许之后 所有你在现在工作上面的问题 都迎刃很解 嗯 你自己有努力了 然后技能又提升了 嗯 嗯 那你会帮他看一下其他的就是机会吗 如果是他还不错的话 那在这间公司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 通常如果他没有跟主管交恶 他的绩效没有不佳 我们通常都会帮他看一下有没有转掉的机会 然后也会帮他智商一下 看一下他自己的理想跟规划 还有他自己真正的想要的是什么 可是我有个疑问啊 到底这个流程要怎么做才会比较顺 因为主管如果是透过人资那边指导的 他会不会不高兴 其实没有SOP 因为这就是人际关系 就是你要自己去拿捏 其实小代老师讲的非常的有道理 这就是人际关系 虽然说有些公司 像我现在待的公司它是有SOP 可是那个SOP 台面上是有 可是台面下他自己早就已经现在运作了 就例如说如果你跟你的主管交恶 你到底是想转去哪里啊 你应该哪里都走投入 然后你的绩效不佳 应该每个部门都知道吧 应该也不会想要守你 所以其实你自己的人际关系也要搞好 你平常在跟同事共事的时候 跨部门跨单位沟通协调的时候 就是你展现出你的能耐的时候 所以其实小代老师讲的蛮有道理 这就是人际关系 原来离职也跟人际关系有关 我觉得职场大部分的问题都跟人际关系有关 所以Christine你的意思是说 你人际关系好当然就不尴尬嘛 那如果你的人际关系不好 尤其是跟主管离职很难看 或者是把场面弄得很脏的话 基本上也不太适合再继续留在这一家公司 对吗 以正常来讲 假设我跟你是平行的主管 然后你底下人想要转调到我这里来 我一定会问问说 这个人的表现状况如何 如果你跟他交恶 你会讲好话吗 我很好奇大家会讲真话吗 小黛老师你会讲真话吗 其实这是我的策略 你知道吗 因为他不好所以你赶快把他交走 对 有一些用人主管 像我 你不能说我心激重 因为我是以站在员工发展的角度 因为其实有时候这个员工他有不同的能力 只是在你的部门底下他就是无法发挥 所以我会去跟部门主管是用另外一种角度 就是基本上这个人他的基本条件不错 可能他的缺点在哪里 所以你就自己要考量 你会比较客观啦 就都讲 对 我会好坏都讲 让他自己去处理 通常在我这边的例子 只要是要转调不成功的 通常都是像小黛老师这边讲的 个性的部分 然后又或者是他在跟人员相处 就是人际关系上出问题 通常他的转调大部分都不会成功 那如果说是技能上面有一些问题的话 如果他沟通关系好啊 人际关系好 其实他转调还是成功的几率非常的高 你们有没有遇过那种就是 开口闭口啊就提离职的人 你们会怎么看啊 会不会有人就是用离职来谈判呢 小黛老师 好 因为你知道离职率 他现在已经变成主管的一个管理的指标了 所以我们大家都会很重视说 我真人 他到底有没有过pubation 然后他到底留任多久 所以一个主管他离职率太高 一定会被叮嘛 所以如果这个人不是因为人际关系不好 不是因为个性太差 我们基本上都会用辅导的方式 会有人在你面前就整天嚷嚷着他要离职吗 不会可是他会跟其他人说 他可能会在他碰到一些情绪上面 他可能就会说老娘不干啊什么什么 那有人 会传到你耳里对不对 你知道吗 有心人是办公室有心人是很多的 很多 就会传到我耳朵啦 那我通常都会听而不见 你会装作不知道这件事吗 对 因为除非他自己来跟我讲嘛 OK 所以你也不会跟着他起舞这样子 诶 那会不会有人整天去找HR 说他想离职啊这样子 通常来到我们这边就是真的要离职 但是我们HR最怕的是新人杀手 新人杀手是什么 就例如说有一些人是非常的爱抱怨 虽然他觉得公司 他可能常常说公司哪里不好哪里不好哪里不好 但他就是硬是待了十几二十年 抱怨了十几二十年还在啊 他还在 但是他身边的人一个一个走人 被他吓得到 对 就是可能有新人刚来 然后刚来不久 他就跟新人说 诶 我们这公司哪里不好哪里不好哪里不好 你怎么会来啊 那本来新人不觉得怎么样 那突然之间好像带了放大镜一样 所有的缺点都开始用放大镜来看 就会发现诶 对耶 他讲得好像是耶 他全部都讲中了耶 殊不知这个 这个新人杀手讲的东西 可能是每一间公司可能都会有发生的 那可能新人因为菜鸟嘛 刚入社会不久 可能因为这样就走了 所以为了防范新人杀手 我们都会在 新进人员教育训练的时候提醒一下 诶 其实每一间公司多少都会有一些 呃 对公司很忠诚 但是有时候又恨不得公司可以改进的人 他们可能会挂在嘴上说 诶 我们公司这里真的很不好 我真的 我想离职哦 公司这里这个也不好 诶 我还是很想离职 可能一天到晚在你的耳边说我想离职 我想离职 但你可能问他一下他在公司待了多久 可能是十几二十年或者是十年以上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新人杀手 想离职了十几二十年 结果他每一走身边的人都走了是吗 对啊 没有错啊 哦 这真的很多公司都会遇到啊 其实这也是我刚刚说的 为什么现在离职率会被放成是一个指标 可能刚才Christine刚讲的是 她不是个主管 如果她是个主管的话 那她自己要承受这种 以前我有碰过很多 你说主管本身就带头抱怨公司吗 对 她会跟你都讲负面的 然后讲到后来我就会问她说 那你还待在这里干嘛 对啊 对 我说那你为什么不早点走 你为什么叫别人走 她会不会说我没有叫他们走啊 是他们自己要走的 对 她说没有 我只是把好的跟不好的一面讲 我说身为主管 你基本上99%都要讲好的一面 因为你是在鼓舞一个团队 嗯 小达老师讲的有道理 之前我们心境人员教育训任的时候 就是排了某一位主管上去讲 高阶哦 刚刚她讲的都是比较负面的 下一次我们就完转的换人 哈哈哈 欸 心训很重要耶 理智 理智的决定 HR找一个人要花多少心力啊 她可以对公司有她自己的看法 可是就像两位讲的 今天你的角色你是来鼓舞人了 还是你来打击士气的 就很明显 没错 而且通常公司会选你担任主管 一定是认为你对公司的品牌 或者是愿景是有认同的 那通常你就是一个楷模嘛 你怎么会一直在那边讲不好的呢 那我这边也会很好奇想问一下两位啊 就是通常啊 当一个上班族 就是他在这份工作 他有想走的这个念头 我们刚刚在节目一开始 又听到听众朋友他一些声音嘛 他的心声 可能是因为工作真的压得他身心去巨皮 他又不知道怎么跟主管开口 去反映这个状况 或者是他跟新单位的部门之间 可能跟同事之间相处的不是那么的协调 也让他觉得很容易萌生要走的这个念头 所以我们的经验当中啊 在各位经验当中 当一有这个想要理直的念头产生的时候 会一直陷在自己的那个情绪里面 他没有办法跳脱出来很客观的看自己 那你们有什么样的建议 或什么样的方法 让他可以尽可能的从各个角度 我们来看他现在遇到的困境呢 小戴老师 从Christine的人字方面她有说嘛 你可以试着去面试看看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你就会知道说你到底竞争力够不够 那如果说你只是情绪上 因为有时候 例如说到了年中 大家都在做考核对不对 有些人就是假等啊 已等啊 有些人就升官啊 那为什么不是我 那因为呢 升官就是有名额限制嘛 尤其像今年疫情影响这么严重 你会期望一个公司都已经赚钱有问题了 他还能够让你升官发财嘛 所以就是说有时候也许你就是去放个假 渡个假 你就休息个几天或一个礼拜 我相信很多人年休可能都还没有休完 OK 就是让他站离职场 但你们两个刚刚的建议有一点很特别 就是你们都觉得他应该要去外面面试 为什么你们的经验里面会给这样子的建议 我的想法是因为 如果你真的已经开始产生不满了 那你应该去外面看看 看看外面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然后你的薪资水准 你就可以知道你到底是该满足 还是该不满足 还是该增加自己的技能 有时候你打开104 你就会觉得 其实我待在员工是好的 因为你会发现 其他的工作机会可能薪资没有比较高 又或者距离非常的远 又或者可能只用到了你 某些的技能并不是全部用到 你就会打消了你的念头 就会反响说 其实我公司也没有这么的不好 是我自己一直陷在那个迂回的圈圈里 我懂了 你这个策略叫做要有比较才知道啊 就是当我对一个东西很不满 或是我觉得我现在状况很糟的时候 或许多去做客观的比较 我才知道我是不是真的 是自己想象的这么糟 那如果说有更好的机会 他会不会就走啦 也有可能对不对 其实会鼓励大家去外面看看的原因是 其实在你不断的面试的过程中 你会更了解你自己其实是想要什么样的公司 想要什么样的工作 在检视你自己 在检视外面的环境 到底哪样才会是适合你 其实每次的面试 你一定可以学到东西 然后你也可以 可能会感怀 哎 其实我的公司真的对我还不错 这是一种 像你刚刚讲的比较 然后也是一种自己的形式 我觉得面试 还蛮有趣的 有时候你打开104 你就会觉得 嗯 好 我先关掉吧 因为这阵子好像没有我自己 嗯 想要的工作 对啊 有比较才知道嘛 原来用人主管的小戴老师 或者是HR的Christine 都蛮鼓励 好 如果你真的倦怠 或你真的身心俱平 你真的就可以去外面试试看啊 因为毕竟离职 就有点像男女朋友 分手 嗯 呃 第一个要给时间 好 第二个你不要突然 好 第三个就是说你不要太公开 很多人为什么喜欢这样 一直讲讲讲 其实这对他的形象是不好的 嗯 聪明的人应该是 低调 哎 低调 你若要去面试 或者是你想测试自己的工作竞争能力 你应该私底下去做 因为毕竟 职场上它就是一个小型的社会 嗯 嗯 很多的眼睛都在看 好 以企业组的角度 我只要一天用你 你就是必须要有所贡献 所以这个是你在进入 尤其是对于新鲜人 你在进入一个职场 你要有一个好的工作态度 工作观念 你可以去做选择 可是一旦你选择了 你现在要放弃 那你就要经过一些思考 那你不要太张扬舞爪的 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 嗯 但有些人他的 他的自我评估 除了是评估自己在工作上面 就工作跟自己的关系之外 他们也很容易去问家人啊 问老公老婆 问另外一半男女朋友等等的 那你们觉得 这些意见啊 交杂起来 会不会有个priority啊 比如说哪一个 哪一个的比重比较重啊 应该要先考量什么 还是其实每个人的状况都不同呢 好 我这里可以分享一下 千万不要问你的爸妈 很多人会耶 你知道吗 因为爸妈毕竟会觉得说 啊 怎么又要换工作 他就回家一直抱怨啊 每天一直抱怨 然后妈妈就看儿子这么累 女儿这么累 是不是应该要换工作 好 那除非你 没有经济上面的考量 那OK 可是大家现在不是说 我都是穷酸 穷酸一族吗 所以 千万不要问爸妈这件事情 第一个 你会给家人压力 好 那第二个 你如果问先生 如果先生有一个很好的工作 也许 有肩膀 或说好 你明天就去提资诚 可是真的提了吗 有时候你先生只是为了支持你 他不是真的要你离职欸 那他可能就是换工作 我就不待在这一间公司了 对 可是 一样嘛 回到骑驴找马的概念 如果你已经找到一份 你觉得 是可以 比现在的工作要好的 那当然OK啊 嗯 当然换了 对 可是如果你还没有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还是先把它 内化在自己的心里 自己先去做一些评估 因为毕竟别人不是你嘛 嗯 所以他不了解整个状况 家人确实是很多人最大的资助 但是大家可能都忘了 你之前在家人面前 讲了多少主管跟公司的坏话 所以他们都会支持你啊 你如果跟他说 对啊 你如果跟他说 欸我要离职 通常他们给的一定会是 不太客观 因为都听你抱怨了这么多 所以还是真的去外面看了一轮 你自己在做客观的评断 或者是真的拿到工作之后 跟他们说 欸那这两个你们评估一下 对 不然通常家人听你讲 这么多话就 啊真的啊 你怎么可以做这么工作 这不适合你 不应该这样的 家人可以取暖啦 就是在你倦怠的时候 或是心情不好沮丧的时候 帮你一起踏伐你的主管 踏伐你的同事 这没有问题 可是毕竟工作 还是你自己在做的 对 你自己才知道 真实的状况是什么 以及你的专业能力 我觉得家人不一定 能够这么的了解 你在工作上的这一块 对不对 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面 应该多多少少 都会有我们一个 我们想要的答案 其实心里有了 只是我们不确定 那为什么会不确定呢 因为我们没有保障 没有人可以保障我 换了下一家 会不会更好 因为没有人可以 这个是没有答案的 对 这是没有答案的 所以我们就寻求一些保障嘛 好像比如说今天如果是 人资说 好 我应该要留下来 或人资说我应该要走 那以后我过得顺或不顺 我就会觉得 都是人资害的 对 过得好我会觉得是 自己能力好 过不好就觉得 当初就不应该听Christine的话 想请问一下小呆老师啊 那如果说我真的觉得 这间公司呢 看起来好像 我也不是很确定 要不要值得待下去的话 那听众在这个时候 也不确定是不是 该走还是该留 下一间公司不知道 会不会更好 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 让他去从客观的角度 去评估 这间公司到底值不值得 继续留着呢 好 有几点啦 我可以建议啦 第一个 如果你的主管真的是一个 非常机车 就是只要跟他的人 大家都很不舒服 然后这个部门离职率超高 然后主管很不用心 很没有人性 其实有很多主管是这样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根本连 要不要考虑公司有没有前景 都不用考虑 像这种主管 就是不值得你跟随的 这个你就必须要把眼睛往外看 那第二个就是 如果你的公司真的太小 规模太小 它很容易受到经济环境的影响 去裁员啦 或者是说发展不好 那我会建议 你就朝中型或大型的公司去走 因为毕竟 中大型的企业 它的制度比较健全 比较稳定 比较稳定 然后他对员工真的也比较贴心 他会站在员工的角度 去想一些事情 那第三点就是你要盘点一下 你现在做的工作 是不是你有兴趣的 有些人 尤其是信仙人 他们为了怕爸妈的一些压力 他都只是想说 我赶快先找个工作再说 很多人就去找行政类型的工作 可能做总务 做客服 可是就跟他的个性不符啊 有些人就喜欢往外跑 将他一天八个小时九个小时 待在办公室里面 那真的很像就待在一座监狱 很痛苦 很痛苦 所以这是跟他的个性不合 那这个你就必须要去做一个抉择 那第四点就是 很多人会去比较薪水高低 老实讲 除非你是一个很会谈薪水的人 因为我们以前常会说 你进去的数字就定终生了 因为每一年都只是调个3-5% 不然就除非你是被升为主管 否则大家的薪水不会差太多 调幅有限 对 调幅有限 所以如果你是想要去追求一个高成长 或者是一个高报酬的一个工作 那你就要考虑 你要转行 转职 那最后一个要评估的就是 这家企业到底是不是一个优良企业 它是不是正值 它真的是在专注在他的本业 老板是一个正值的人 好 然后他们做的事情是一个合法 然后是一个符合大家消费者期望的一家企业 对 这大概就是几点 我会建议新鲜人 或者是说你想转职 你必须要自己先问一下自己的 嗯 那如果这一些就是 关于评估公司的这一个层面 他都觉得有符合就是是OK的 但只是可能是人际上面的问题 或是自己可能一时的低落的一些问题 他就可以寻求别的方式去解决 去解决 对吗 那 刚刚有一个问题 我补问一下Christine好了 就是 有没有人用离职来做加薪谈判的筹码 确实有人会用这个离职作为谈判的筹码 但前提是主管对于他的专业方面是给予肯定 也就是他要是主管面前的那一颗心 那通常这样的人选如果他要离职的话 主管通常都会来跟HR说 他在外面拿到多少的薪水 可不可以我们也调整一下 或者是我们把他的职位各方面都调整 让这个人留下来 因为我怎么样怎么样怎样 非常的需要他 我不能没有他 如果没有他的话 我现在的部门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 所以通常像这样的人选 他的薪资应该都是在P75或P80 但你也知道现在的薪创非常的多 有时候薪创的薪资其实是在这个薪资调查报告之外 那也不晓得他跟谁比较 所以通常这种事我们就是摸摸鼻子 这个人又是重要人选的话 我们可能就会买单 那你有遇过那种威胁不成你就慢走不送了吗 很多 有吗 有很多 至少还是有 所以真的不要随便用离职当作谈判条件 当然你可以在绩效考核或绩效面谈或平时就找主管谈 如果你对于薪资不满的话 对那相信协调不了离职才是最后的手段 但千万不要以为你提离职 大家就会忙着帮你加薪 别人不是这么看的 今天很谢谢两位来宾的到来啊 希望我们的讨论呢 可以给大家一些求职或转职上面的一些灵感 如果听众朋友对于本集内容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询问的话呢 欢迎回到104芝亚诊所社群平台 我们可以在上面继续更多的交流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内容 欢迎分享给需要的朋友 也别忘了在Apple Podcast帮我们打薪评分和留言 如果不想要错过我们下一集精彩的讨论 记得订阅芝亚诊所Podcast 就不会错过上架通知咯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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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